欢迎收看《这样才有梗》进来写超能力 台股昨天小涨55点 短线有机会挑战2万4 不过也有不少投股喊出 今年底有望到2万9千点 这是不是太乐观了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不过历年的10月份 台股跟美股在总统大选年普遍了 表现都不太好 那么投资朋友都说 10月的行情超难做 我们就来看这张图 是1992年以来 8次的总统大选年 台股10月份加权指数的K线图 好 这个中轴是报酬率 那么横轴的是0、5、10、15、20 这是交易日 你就可以发现 这个指数高高低低的 但是到了月底 指数怎么都好像都是往下的呢 好 这代表什么意思 通常到10月会表现压抑到月底 那么说到这里大家不要慌 因为历史数据不代表必然会发生 我们就进一步来分析 总统大选年的11跟12月份 上涨的几率都是高的 好 10月份上涨几率是37.5% 那么11月份则是6成 12月更是来到了7成5 这也代表说台股渴望 先蹲后跳 只不过哪些股是潜力股呢 会是AI族群吗 尤其台积电上个礼拜 法说那么台积电的股价 来到了1100元的新天价 大盘看起来好像也是蓄势待发 要挑战2万4 把时间交给分析师肖又明 请说 以台积电为例 目前本益比大约在20倍以内 压在20倍左右 我们刚刚讲到大盘 大盘24倍 所以再怎么样 以台积电的成长率 不应该落后加权指数 既然你的盈余成长高于加权指数 你最起码可以等同大盘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 台积电虽然你看到 它股价沾上1000块 可是它的本益比其实是低的 看完台积电之后 我们讲到一个叫AI晶片 第二个叫AI伺服器 AI伺服器里面最大的赢家 就是鸿海 因为鸿海是一贯的 就是说从上到下 到最后的组装 全部都是整个鸿海集团 所以我们来看 AI伺服器里面 鸿海目前也是站在集结喷出 所以它也是一个 极为标准的多头 紧接而来叫做AI的电脑 电脑里面有笔电 有我们一般的桌电 我们叫PC 各位请看 那么其实最强的不是台积电 也不是鸿海 其实真正最强的是华硕 各位请看 华硕是不是在8月份 它就已经形成集结喷出了 从它集结喷出510到今天的610的 代表怎么样 它是走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推升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三件持续走多 那你当然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再比对 鸿海的部分呢 大盘在24倍 台积电在19.8倍 对不对 那鸿海本意比比几倍 只有14倍 低于大盘是10倍 华硕的部分呢 16.2倍 再来各位一定说 好那这些都是属于 非常高的高价股啊 那有没有一些 比较适合大家做观察 并且接下来 未来这一周是有机会的 我们认为呢 CPO矽光子 因为台积电的先进支撑 这里必须用到矽光子 所以市场针对矽光子 CPO的看法呢 认为呢 它会怎么样 它会成长达到 110到120左右 就是未来这一年 所以我们特别取 鸿海集团6451的讯心 我们看一下 讯心的部分 第一个 它从股价的形态 高点越来越低 低点越来越低 对不对 这个叫收链形态 右侧就是交易量集结 不但从形态已经突破了 从整个量价结构 它也告诉你 我目前正式出现什么 集结喷出 像这些个股 都是值得大家做观察的 这些股价的形态 就是一种股价的形态 那些股价的形态 就像这些股价的形态